我35岁当立法委员 刚开始非常贫 后来 我在我的自传里面自己承认 喝酒 熬夜 打牌 慢慢慢慢 忘记了选民对我的托付 所以44岁那一年 我自动 离开立法院 这16年 我就告诉自己一件事情 一个政治人物 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再承担 选民对你的托付的时候 你就必须离开 这两天 我们赖金德副总统 连打了我两拳 连续两天修理我 说要阻挡韩国瑜当立法院长 这个委员这么差 这个委员这么懒 这么不认真 但是 武林高手在擂台上 我愿意让赖金德副总统 三拳 他可以再打我一次 没关系 我不还手 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 来为选民服务 这是我们这个行业 最重要最重要的情操 也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 自我要求 我要再次呼吁赖金德副总统 代表社团同乡会 百公百业的代表 以及热情的桃园乡亲 在这里向大家问安 大家好 好 太可爱了 选举真的有善良美好热情的一面 尤其我们来到桃园 万美林 这个竞选总部 我们眼中的万美林 集三大特点 美丽 认真 聪明 所以来到桃园 为万美林来助讲 特别高兴 亲爱的桃园乡亲 我35岁当立法委员 刚开始非常拼 后来 我在我的自传里面自己承认 喝酒 熬夜 打牌 慢慢慢慢 忘记了选民对我的托付 所以44岁那一年 我自动离开立法院 国民党 主席叫连战 主席 召见我 他你再选 还是可以选得上啊 为什么要放弃 你才44岁 我说包括主席 我觉得 我再选下去 我对不起我的选民 所以我必须要离开政坛 这个是我给我自己的要求 等我再回来选举 已经是16年之后了 60岁 选高雄市长 各位看过金庸武侠小说 杨过等那个小龙女 等了多少年 16年 而这16年 亲爱的桃源乡气 44岁到60岁 一个男人 一生的青春 可以熬多少个16年 这16年 我就告诉自己一件事情 一个政治人物 觉得 自己没有办法再承担 选民对你的托付的时候 你就必须离开 我自己要求我自己 这两天 我们赖金德副总统 连打了我两拳 连续两天修理我 说要阻挡 韩国瑜当立法院长 这个委员这么差 这个委员这么懒 这么不认真 但是 武林高手在擂台上 我愿意让赖金德副总统 三拳 他可以再打我一次 没关系 我不还手 各位亲爱桃源乡亲 为什么借万美林这个场合 来解释一个民意代表 心路历程 这非常重要 也谢谢赖金德总统 在我2020年选总统的时候 我跟蔡英文总统在竞选 赖金德总统 从来没有对我口出恶言 我谢谢他这份情 他打了我两拳 我不还手 在我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嘴巴 骂过我的对手陈其迈 一句话 很多人说他 爸爸贪污 你骂他爸爸 我不可以 人没有办法选择 自己的爸爸妈妈 在我2020年选总统 我从来没有嘴巴 骂过蔡英文 我只有说 民进党贪污腐败 太严重 所以各位乡亲 我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身为政治人物 我们了解我们的选票 一票一票 由人民投给我们 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 来为选民服务 这是我们这个行业 最重要最重要的情操 也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 自我要求 我们看万美龄 当桃园县议员跟市议员 20年 4年前 桃园乡亲爱护他 给他这个机会 结果4年 立法院113个立委 我们万美龄 居然第一次任内 就拿下了最结束的 六星级立委 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热闹 在我眼中的立法委员 我太清楚了 我眼中标准的立委 只有三句话 闻 要能说 吴 要能动 心中 要有理想 从这个三个标准来看 我觉得万美龄 都是桃园最优秀立委 大家掌声鼓励 好吗 我们最怕 整个桃园区 只有这一位立委 选上之后 到了立法院 变哑巴了 这段日子 我经历过 我太清楚 太清楚 一个优质的立委 他最大的养分 最大的生命力 最大的动能 来自于选民的选票 但是一个选民 却是非常渺小 非常脆弱 为什么 4年只有这一次机会 投错了人 选错了总统 选错了市长 选错了立委 贪污舞弊 没办法 居然台湾现在 连特征组都没有 大家都说 特征组 特征组 到底这是什么 法力无边的单位 有多么的厉害 我跟桃源乡亲报告 特征组最重要 就是办立法委员贪污 部长贪污 院长贪污 总统副总统贪污 一个单位 办他叫特征组 我们就需要 我们看到民进党 贪污到什么程度 桃源 40年前的 英雄豪杰 许姓良 跟他的弟弟 许国泰 40年前 桃源人给了 他们兄弟机会 许国泰 是我立法院 同班同学 同一天进立法院 民进党的 创党元老 许国泰 怎么说 现在的民进党 贪污腐败 无法无天 所以各位桃源乡亲 这次总统大选 我们一定要 睁亮眼睛 我们要全力支持 爱护中华民国 要成立特征组 专门惩治贪官污吏 我们给侯友宜 赵沙刚一个机会 好不好 好 第二 我重新再回政坛 我跟桃源相亲 也跟万美林委员 这里的场 这个场子 我保证 44岁 当我心中 离开人民的时候 我离开立法院 这次我再回到立法院 我的心中 一定充满着台湾人民 我一定负我该负的责任 然后 我要再次呼吁 赖清德副总统 你再打我一次 第四次 我就要还手了 好不好 好 亲爱的乡亲 全台湾 所有县市长 干过科技部长 干过行政院长 现在看桃源市长 就是我们张三郑 还有国际官 有科技官 这么优秀的市长 搭配认真负责的万美林 再加上买一送一的韩国鱼 我想我们未来桃源 一定是最棒的科技郎带 上街台北 下街新竹苗栗 让我们整个桃源 在张三郑 万美林的服务之下 发光发热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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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 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 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肌脑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 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 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绳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